这个黑人清洁工不认真工作 却把目光看向了书架上的书 教授发现后不仅没有责观 反而对黑人进行了一场测试 他假意与他聊天 顺便提了一嘴旁边的仪器 而后交给他一把钳子 让他把试管夹起来 黑人轻松夹起 并且手非常稳 教授增加难度 让他用左手再夹 没想到他不仅稳稳地夹起 还把他放回到试管家 随后又轻松地夹起两个平塞 左右开工 完美操作 教授有些吃惊的 他就是一块手术物的料材 然而测试还没有结束 高中毕业的维安 用天赋赢得了一件百大褂 这也是他从小的梦想 然而第二天教授就原形毕露 他在实验狗的肚皮换了一条线 让维安将它剖开 虽然是第一次开刀 但维安做得干净利落 教授要他找到肺动脉 然后将它破坏 制造休克 他又模拟人类的紧急情况 在实验狗身上 研究解决办法 不断下降的血压 就像那不断流逝的生命 30年代的外科手术领域 大家都认为要以止血为主 但教授想另辟吸睛 他要给身体注入血液 让生命维系下去 当血液流进实验狗的身体 不断下降的血压果然上升了 这也意味着 伤者的生命在复苏 这次实验非常有代表性 教授问他记录仪在哪 什么记录仪 他从未提过记录仪 维安连那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 教授自说自话 埋怨维安没有准备好记录仪 被冤枉的维安脱掉那身衣服 既然这样 他也没必要留在这里 然而教授却发现维安做得很精 那一页又一页的详细记录 远比那什么记录仪要好得多 他拿着衣服追上维安 在那个所有白人歧视黑人的年代 一位外科教授请求一个黑人留下 这不可能发生的场景 却让维安亲身体会 他没有理由不留下 就这样过了12年 教授因为全新的治疗手段 而名利双收 可维安还是那个维安 甚至还要给教授做扶生 他跟随教授背景离乡 生活条件却越来越差 其子有些埋怨 但维安承诺会好起来的 教授带他来到约翰霍金斯医院 但这里的黑人 无论什么身份 都需要到黑人指定的地点打卡 看见穿白大褂的黑人 让这些家伙无比震惊 在收拾新实验室的过程中 一位教授甚至甩给他一张钞票 让他买杯咖啡回来 喂喂喂 我可不是你的奴隶 然而如今他有多嚣张 未来就有多打脸 这些孩子的心脏血管畸形 血液没办法顺畅地流到肺部 他们只能抱腿 减少血液流向下肢 这样才能呼吸顺畅些 他一出生就住进了氧气仓 因为通往肺部的血管狭窄 他皮肤的颜色成蓝紫色 母亲整日以泪洗面 他连一个拥抱都不能给他 教授接下了这个棘手的小家伙 要想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 他们就需要解决 心脏血管狭窄的问题 没有呼吸机他就自己操 没有合适的心脏手术前 他就自己做一个出来 但三个月过去了 他们始终无法在食言狗身上 模拟出那个孩子的情况 然而教授只是随口一说换个方案 维安便陷入了沉思 维安的工资已经没办法 维持家庭开销 妻子想要出去工作 可这样一来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维安的工资每月只有64美金 而被分配的等级也是最低等 工种竟然是维修工 只因为他是黑人 这天维安正在模拟手术 他闭眼操作的行为 让同事倍感震惊 维安对心脏熟悉的程度相当恐怖 没想到这位博士 竟然希望与他共事 他收获了一个白人小谜底 新同事的加入让维安轻松不少 但教授的话却让他心寒了 如果你杀了这个狗 我相信我会把他拿出你的费用 我已经结束了 维安这些六条子不干了 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 屁都不放 你还给我来这套 他像12年前一样准备离开 这一次他又为家庭 做回木匠的老本行 最起码比这要赚得多 就在维安走出大门时 教授被叫回实验室 维安的模拟实验成功了 他还原了那个女孩的状态 为了让维安回来 他找到负责人 希望能把维安的等级提上来 这12年后 教授第一次来到维安家里 他为维安征求了每个月25块的加薪 以及过去一年的补偿 共计300块 岗位等级也提升到了外科技师 虽然有了疾病状态模拟 但解决方案一直是个问题 维安想起之前做过的研究 一个完美的方案诞生了 他们打算把其他动脉的血 导入肺动脉中 最终维安选择了锁骨动脉 将锁骨动脉切断 然后牵引到肺动脉中 这样就解决了肺部供血的问题 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绝佳方案 同时也是一场难度极高的手术 这个浑身发青的小baby 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教授在实际操作时 血管的缝合却需要维安来做 缝合完毕后教授发现 维安的操作简直就是上帝之手 教授见了女孩的家长 要他们决定是否进行 这极为复杂的手术 可教授却越来越消极 虽然在动物上取得成功 但在人类身上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点错误就会导致一个生命消失 一段时间过后 女孩的母亲同意手术 可实验成功的那条狗却出现了问题 缝合的血管崩裂 导致这条狗失去了生命 直到这天维安做了一个梦 而这个梦却解决了当前的困境 维安梦到一个成年女性突然暴毕 她的声音宛如婴儿 在梦里她清楚 她的心脏也是婴儿的心 教授心想 你这跟医学研究有毛关系 没错 关系大了 他们失败的原因 正是因为缝线不会跟着生长 他们在狗身上实验时 它只有10斤 现在已经有20斤了 他们需要研究新的缝合技术 在一场缝合实验中 首席教授却在给黑人助理打下手 这引起了所有白人的好奇 这次缝合相当有难度 教授看不清具体情况 而维安却可以闭着眼睛操作 经过复杂艰难的缝合 教授摸到了通往肺部的血流 新的缝合技术成功了 这个蓝色的小家伙 终于有了希望 手术当天由教授主刀 维安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人类第一次心脏分流手术 教授紧张了 他迟迟没有动手 突然他离开手术台 想要叫维安进来 他要对这个小生命负责 可因为维安是黑人 医院规定他不能参与手术 教授只能亲自广播 将他叫了过来 当黑人出现在手术台 这让观摩的教授们感到震惊 有维安在 教授找回状态 因而被麻醉 手术正式开始 教授顺利开胸 一个护士却不小心碰到手术灯 这种时候犯错误就如同杀人 由于分了神 教授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手术变得越来越紧张 好在教授及时控制了出血 就这样 顺利地进行到血管缝合阶段 维安自制的钳子派上用场 因而的血压已经降到60以下 留给教授的时间不多了 在维安的指导下 最终缝合顺利完成 I'm palpating the connection What do you feel I can't tell if blood is flowing through the shut It's just too small to feel anything Dr. Blalock You have to see this 血压开始上升 他们完成了首次分流书 教授再一次收获了名誉 这么多年维安一直跟在教授身边 为他提供了很多关键的帮助 可所有名望都成了教授一个人的 他甚至连一个医生的头衔都没有 You're not a doctor Oh no I just work here with the doctor Blain Love 这事放在谁身上都不会舒服 他悄悄来到教授的表彰会 当他感谢一个又一个同事 而没有提到维安时 那种失落的心情 只有他自己能体会 受伤的维安准备离开这里 看到这一幕教授很疑惑 直到他坦白自己听到了教授的谢词 可当时的社会对黑人就是这样 教授也无能为力 他把维安带在身边这么多年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但维安还是走了 他来到黑人大学 想尽快拿到学位 但即使他参加了那些开创性的研究 学校也无法给他走后门 维安只能做起了推销员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听说过他的黑人 没想到一个人才却落魄于此 又过了一段时间 维安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 那个实验室就是他心之所向 在妻子的鼓励下 他硬着头皮找到了教授 时间一晃到了1964年 黑人逐渐得到了平等待遇 维安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如今的教授已经坐上轮椅 他受到邀请到哥伦比亚就职 他想带着维安一起 但在这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片田地 维安委婉地拒绝了教授 教授的话像被挂在大厅 成了后背敬仰的存在 突然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他们说你真的没有经历 除了你没有经历 除了你有很多人的忧伤 我有很多人的忧伤 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记得 不是什么我们失败 但什么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生命 我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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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起身自顾自地离开了 第二天维安接到消息 教授离开了这个世界 多年后维安获得了 约翰霍金斯学校的最高荣誉 然而维安不仅获得了荣誉 更与教授一样 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画像 他用一生的时间 换来了所有人的认同 维安从未想过 能和这些人放在一起 看着那位一路带他走过来的家伙 维安感慨万千 至此全片结束 该片由真实故事改编 阿福尔雷德·布莱洛克享年65岁 维维安托马斯享年75岁 他们开创的BT分流术 拯救了无数蓝鹰 让他们的脸颊充满生命的颜色 一个是胸怀大志的木匠 一个是野心勃勃的医生 两人一主一仆 一师一友 相辅相成 热爱与名利无关 而名利自会相随而至 没有任何解说可以代替原片 好电影值得你体验完整剧情 我是顾 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